很多,在講義裡面講了,在西方,大家就不用寫了, 就是我們第16頁,就是這個很出名的英國人, Lyce Davis,這個是李斯,戴維斯譯音,Thomas William Lewis Davis, 這個是很出名的學者,這個是威爾署的人, Ryce的名字,一看就知道是威爾署的拼法, 他就創造了一個很好的基礎給我們後來的人學, PTS,P,這個講義,P,這個T,是什麼? 是的,Tex Society,這個巴黎學會,現在大家都很出名的,很知道, 有個The在前面,我記得了, Priary Text Society,就是PTS, 起了之後就做了很多功夫,這個是西方的, 由於英國人跟著荷蘭去殖民, 將這個石蘭做這個殖民地, 然後接觸這個石蘭方面的文化, 然後看到原來是有巴黎文的原始佛教的寶藏, 他們就開始發佈這個寶藏, 就成就了學會,就跟著出版書, 主要就是翻譯了五本的尼克爾, 最大功德,就翻譯了出來, 第一本翻譯就是長歐陷, 他又不知道習歐陷是最重要的可能, 他就翻譯了長歐陷, 但是跟著他翻譯了全部, 然後跟著那個注釋, 跟著出了字典,這個基礎就打得好, 然後日本人沒多久, 我現在講講百多年了, 巴黎學會,PTS, 就已經是一百二十幾年的事, 沒多久就是歐風東漸去到日本, 又不是中國, 日本人本來是信大成的, 看不到這個小成有什麼重要的, 他當然以為歐陷經就是小成, 其實今天我們可以澄清歐陷經不是小成, 記得, 因為如果我們將歐陷經講小成, 我們就會以為裡面所講的佛法, 不是重要的佛法, 你可以說什麼是小成呢? 歐陷經不是小成, 那就是有個小成的時期在哪裡? 哪些是小成呢? 今天晚上經常講的, 阿比達摩就是小成, 因為他們的範圍入了一個固定的康康裏面, 他們就是那些修星文原國那種的路數的, 他們是小成的學者, 但是歐陷經呢, 我們無論大成或小成的尖端, 那個是依據來的, 由歐陷經就有下面的佈派佛教的小成, 和在下面的大成佛教就出來, 還有歐陷經呢, 裡面的思想包括空和有, 兩方面的, 所以後來大成佛教的發展, 和小成佛教的發展, 都有空有的, 小成也有空有的, 大成也有空有的, 譬如我講一下, 誠實論, 小成是講空的, 驅舍論, 小成是講有的, 大家兩個互相, 一時的餘量, 各有功夫, 到下面的大成, 唯色那些是講有的, 中官多東西講空的, 是吧? 不要講中官, 多東西是空的, 中官是唯色的話, 中官, 大家就是中官, 多東西是空的, 唯色是有的, 都是由我吳京發出來的, 吳京是我們的生母, 其他全部都是自己的, 所以你將我吳京, Sorry, 將我吳京, 講成是小成, 是否將身份, 甚麼? 擺尾了? 是吧? 你將她媽媽, 她媽媽, 我們尊敬她媽媽, 你當她是, 當她是雨嬌, 就不行了, 是吧? 她生理的, 怎會同呢? 她剛才講的, 她是解釋阿南經的, 既然阿南經就不是, 卡十大小成, 那為什麼阿皮特來又是, 卡十大小成呢? 是的, 即是她們解釋阿南經, 她是解釋她裡面所講的, 她是驚的那些文具呀, 義理, 她就沒有牽涉到那個觀, 那個觀感的問題, 那我吳京呢, 她沒有的話呢, 是叫我們呢, 不要去盜人呀, 幫人呀, 沒有說呢, 好似小成呢, 她只顧著自己, 躲起來, 修行就算了, 發派派派派, 離棄這個世界, 她沒有這個, 那麼清楚的那種, 好像枯死的範圍那種的說法, 雖然她說, 離獄, 向於捨, 她都叫我們離獄, 不是離世, 但是小成那個方針呢, 那個範圍就跨住了, 她就不會再去照顧其他的, 將她所學, 去導其他的人, 她沒有這樣的心, 還有還有法義方面呢, 亦都有一個問題, 小成不是大成的法義呢, 這個現在就說不到給大家聽, 大成的法義呢, 比如這麼說的胸, 和小成講的胸, 都有不同的, 比如說小成的講報師, 大成的講報師, 又是不同的, 那個法義的發揮, 總之, 我們現在不講其他的具體講, 就是說眼光的胸襟, 和處理的法, 那個深淺, 各方面, 阿皮達摩的時代, 是可以說定了形, 所以他們那種的意見, 是定了他自己, 是小成, 就不關乎這個歐行經, 譬如歐行經有小成有大成的那種講法, 他只是拿小成的講法, 撇開了大成的部分, 不理會, 雖然是解釋他, 但是你也變了, 路數改了, 所以他會是小成, 那個媽媽可能, 大小成他都不拘, 都由得理會, 但是那個兒子, 這個大兒子去了小成, 不是表示他去了小成, 媽媽也是小成, 媽媽更豐富一點, 大兒子去了大成, 學了媽媽某些東西, 大兒子就學了媽媽那些東西, 大家學的不同, 所以, 他用《安安不經》的道理, 那個最, 不是偏偏, 那些最重要的某一篇, 就是大成才能說得到的, 嗯, 講兩句, 還有兩個字不拍, 譬如說, 有一篇叫三三五經, 叫第一二空經, 大家先記住, 你現在未學過, 將來你看那篇經, 你問我一下, 我在私人時間解釋給你聽, 第一二空經, 講空, 這個空小成人是解不了的, 他這個空講出, 現在呢, 就是講到空的那個, 最, 可以講一下, 講到圓滿究竟的時候, 都差不多是這樣的了, 雖然在這麼早期, 他不講得太多佛陀, 但是他講這篇經, 講到已經是很深的了, 小成人是意會不到這種空的, 是要到, 去到講大成玻璃經的時候, 解這個空, 解這個第一二空這本經, 就解得很清楚了, 我舉這個例, 表示給大家聽什麼, 你就捉住我這個, 這樣舉例, 將來去看, 看是不是好像我這樣說, 這個第一二空, 確不是小成人可以解得到, 但是我不是經常去解, 這些是小成空的, 譬如說港塘沒有人空, 這些是小成港的空, 它也有的, 它也有講的, 問題就是, 因為它是法源之地, 它什麼都有些, 所以取材不同, 你就會走到不同的路了, 剛才我不是說, 可能有小成有大成, 有空中有幼中, 資料在這裡, 道理在這裡, 看你怎麼取材, 所以你不能夠定它, 那個格在哪裡, 你就當它是什麼呢? 就是後代佛法所共同中養的原始佛教, 或者叫做根本佛教, 有時候我們會這樣分辨, 根本佛教就是佛陀講話那個時代就是根本佛教, 不如佛陀在世, 我們做例子, 聽它直接講話, 那時候真的根本, 那時候還有不根本, 直接聽的, 但是這些佛法不可以直接給我們, 都要靠什麼? 靠原始佛教, 即是靠結集了奧仁經, 然後才可以翻譯成這個中文, 當它結集奧仁經的時候, 已經去到什麼? 去到原始佛教, 去不到根本, 根本你不能結集, 那時候, 譬如當時佛陀在這裏, 我們聽他講話, 那幾十年就叫做根本佛教, 但是這個根本佛教, 這個佛教的佛法, 傳不到給我們這個直接的, 為什麼? 他經過那些部派佛教時代來結集, 結集出來的佛經, 阿含經, 契經, 契經, 是不是已經走樣了? 所以這本契經可以叫做什麼? 是小成佛教時代結集, 但是它的東西就是什麼? 是原始佛教, 是嗎? 再追究上來, 它本來就是根本佛教, 分不分到嗎? 所以佛教就是什麼呢? 根本佛教, 原始佛教, 小成佛教, 大成佛教。 我們如果說阿含經, 最好就說原始佛教, 那就準確了。 那在說什麼呢? 現在的學者重視, 就是由英國到歐洲, 當時跟Ryce David在一起的, 還有一個丹麥人, 還有一個西德人, 一起組織巴勒學會, 不是他一個人, 那兩個夫婦, 還有的。 那兩個都是很有名的學者, 一個德國, 一個是荷蘭, 一個是丹麥, 有名字, 不過我不能給你, 因為要講其他。 好了, 跟著呢, 尤其是這個紫棋政治博士, 是一個領先的人物, 他那篇, 講這個漢契的四鞄含文章, 有發現, 就令到呂程先生, 得到一個很好的啟發。 還有一個日本的學者,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呢? 就是現在我這裡寫著。 是哪個學者呢? 就是, 第一個, 剛才就講的紫棋政治, 教後那個, 教後那個。 在你們那裏應該是第十六頁, 是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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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呢, 就是四個字的, 千、 田、 惠、 學。 他寫這本書呢, 很有名字, 就是原始佛教聖典的成立史研究, 是很詳細的一本書。 我們中國印信導師, 就看了這本書, 就激發起, 他要寫一本來回應, 這個, 是一個很難得的著作, 但是印信導師就發覺, 日本學者仍然好像西方學者那樣, 他傾向於以為, 巴黎文佛教的經典, 比漢文的經典重要。 印信導師認為, 這是錯誤的, 這是錯誤。 他認為, 我們漢學界的學者, 應該在這方面做多些功夫, 是研究這個安含經, 是看回漢藝的安含經的重要在哪裏。 他不認為, 巴黎文的藝本, 藝的佛經, 是比我們漢藝更加, 令他們能夠看到佛陀的本環。 他不認為。 所以, 他寫了兩本書, 印信導師, 其中一本就是原始佛教聖典的雜成。 這本書, 是經常都引到日本學者的。 但他也看到日本學者不足的地方。 那就好了, 學到人的東西, 又知道人的不足, 我們要補充, 這個應該互相, 大家一路進步, 大家互為恩果, 對這個學術很有貢獻。 講到我們中國, 講這個阿含經, 除了旅程, 就要到印信導師。 旅程, 他只是寫了文章, 但印信導師有兩本書。 這兩本書很了不起, 在講而有, 我就不用再寫出來了。 大家看到那兩本書嗎? 看到嗎? 原始佛教聖典的雜成。 還有, 集阿含經論回編, 這本書很重要。 集阿含經經論回編, 就是將, 剛才所講的, 《儒加斯蒂倫》那十四卷的論, 解釋阿含經部分, 記得嗎? 契經, 是的, 這樣記得就好了。 解釋契經部分, 他就將它什麼呢? 兩本書本來是各自獨立的, 《儒加斯蒂倫》還《儒加斯蒂倫》, 集阿含經還《習阿含經》, 你不是說, 知道它大家對照, 就可以知道哪一句打哪一句, 一定要用很多功夫, 將《儒加斯蒂倫》每一句, 或者每一段拿出來, 對回《集阿含經》解釋那句, 或者那一段, 這個功夫是相當深的, 是不是? 兩本你都要熟讀, 然後你就對讀, 然後你就黏著, 所以, 這本書我們如果要學《集阿含經》, 飛到國樓了, 有幾個, 有幾位有這本書嗎? 一位, 是的, 有兩位, 應該多些人有才行, 沒有這本書, 有沒有《原始法教聖經》的集成? 這本書, 多不多一點? 都沒有, 《原始法教聖經》, 我看了它, 我看了它, 在香港的地方, 在中國的地方, 或者台灣的地方, 有沒有人學《集阿含經》的研究呢? 是很多的, 我搜集了很多的, 除了《印信導師》, 旅程, 旅程過了一輩子, 導師過了一輩子, 在台灣比較好一點, 有位楊毓民先生, 他就孤然, 他就有一本《阿含要略》寫得出來, 還有, 最有功德的就是, 他對台灣佛光山, 編了一個《阿含經》的經典, 重新編排, 搞好那些組織, 跟這個《藏經》對照, 又加一些小小的每一篇, 有些註解, 又講出這一篇, 等於南傳的邊編, 即是列加人的邊編, 做了很多功夫, 這個主編, 所謂的《阿含藏》, 佛光山的, 就是楊毓民先生, 這個也是《印信導師》的弟子, 如果你想看《阿含經》, 《大政藏》是很難看的, 因為《經》的亂的情況, 仍然是這樣, 他照相反這樣, 所以看上去, 譬如我們看看《五運》, 忽然有一篇是說, 好像《濟雨》那樣, 不是這個體裁, 不是契經體裁, 是一種叫奇夜體裁, 就是三種體裁, 一個契經, 一個奇夜, 一個記說, 把奇夜那一篇, 搬進去, 插進去契經那裡, 是沒有的, 看上去就忽然覺得, 哇, 這個《阿含經》好像很亂, 這個《阿含經》, 其實不是, 是錯了, 佛光藏已經是編回正, 所以你買, 隨身自己參考, 學完之後, 你覺得有興趣, 你買一套《佛光》的《阿含藏》, 有楊毓文先生的提解, 容易讀了, 有一點點注釋, 不是很多, 還有一個新消息, 最近我回到香港才知道, 也有台灣有位作者, 他將這個《習摩藏經》, 白話, 還有一些注釋, 這個是好消息, 這個佛節那裡, 佛節書局, 你可以問一下它, 好像出了三冊, 還未出現, 出了嗎? 還快, 什麼時候出第四冊? 台灣有台見關嗎? 台灣而已, 這裡沒有, 因為我前兩人都打電話去問, 我問為什麼你會比我快? 他說還未有, 台灣可能出了, 我不知道有四冊或者五冊, 總之現在有三冊, 各位如果你想, 哇! 看《阿含經》要天書, 或者少看《阿含經》, 你就拿一本白話, 我見過它, 白話得幾好, 文字幾好, 都幾正確, 間中有少少註解, 我那本的《道道》可能都很深, 我經常引那些, 《阿皮達摩》那些, 《阿含經》已經令到你頭痛, 還看完那些《阿皮達摩》, 但你不是引不可以, 因為我講過, 解釋《阿含經》的, 只有這些《阿皮達摩論》, 你要第一手知道解釋, 一定找他們, 找了之後, 你不喜歡他們, 找的時候, 你也要借助他們, 在香港, 學《阿含經》都越來越多人, 以前, 《內明雜誌》的主編, 《沈九成居士》, 對《阿含經》都很有心情, 很注重的, 他都寫過一些解釋, 就好像霍韜貝先生, 也解釋過, 有錄音帶, 解釋過, 《阿含經》, 不過也不是太格式多, 都是一個基本, 是小小的, 就, 專書呢, 我就好像, 未有怎樣, 見到, 就, 就是《道論》那些, 似乎都未有很多, 未有其他見到, 就, 有些, 我在《阿含經》裡面, 在《阿含經》裡面, 在《阿含經》裡面所說的, 原來, 他又, 是沒有出的, 我去說, 譬如說, 羅無虛先生, 在美國, 他是一個老前輩, 他又很重視, 這可能是《阿含經》的, 那我在, 當我寫《阿含經》《道論》的時候, 就, 就知道他是編緊, 有, 在《阿含經》, 算了二百多經歷, 去解釋, 但好像有沒有出呢, 好像沒有出, 這個, 我又要告訴大家, 那最奇怪的是, 就是, 武俠小說大家, 查梁先生, 他在77年, 即是現在已經是三, 差不多三十年了, 他就寫了一篇《譚色運》, 這篇文章, 不是一個佛教學者寫的, 而又充滿了一個很有學術性的味道, 這不奇怪的, 還充滿了很有娛樂性的, 什麼娛樂性, 不是真的說說武俠小說, 而是文筆, 和它的舉例是很生動的, 你看起來, 就有一種容易看的感覺, 這些我們要學了, 譬如說話, 講好心, 可能很多人都會, 講了錢就要學了, 都不知道怎麼講了錢, 講了口就不懂得說, 講不到那個意思出來, 這個就是, 將心話講錢, 是很難的, 我見到, 查梁先生的這篇, 就講得很好, 尤其是講出, 阿皮、達磨、論斯那些毛病, 這個就是, 在這方面就是知己了, 阿皮、達磨、論斯, 是有他們的毒有毛病的, 太過學究得緊要, 太過微細瑣碎得緊要, 所以有人說, 阿皮、達磨後來, 原廠法師譯了一本, 大的巨著, 叫做什麼, 大皮婆沙倫, 出了名的, 大皮婆沙倫, 200卷, 其實是解契經的, 契經50卷, 本身, 他解釋的一本就是200卷, 所以你不是學術的人, 你根本就不想去看, 因為太過豐富得來, 是瑣碎, 所以人家說, 這是瑣碎之學, 然後, 就逼著, 沒多久, 暴派佛教, 結束了那個時代, 發滅了400多年之後, 跟著, 在這個西元之前, 西元那個公園, 一世紀的時候, 二世紀之間, 就出了一個龍樹菩薩, 是講這個中道, 講這個空, 它之前100年, 已經有波異經出現, 是怎樣? 騷擋那些什麼呢? 那些湧種, 騷擋那些繁瑣, 時代是逼了一些東西出來的, 在英時代, 就認到什麼呢? 是波異經出現, 跟著有龍樹菩薩, 做這個空中的大師, 將所有的, 我們那個, 落了去的泥騰那些人, 全部救回來, 不是說阿比達莫不好, 是後期越解越厲害, 令到一本大琵琶沙論, 是200卷, 什麼是琵琶沙? 琵琶沙的意思就是解釋這樣, 論理已經是解釋了, 他還是琵琶沙客, 琵琶沙客還不知道, 還要大琵琶沙論, 你看一個名字才是威風, 前面是阿比達莫, 後面就是大琵琶沙論, 是吧? 我剛才舉例那個法治, 六竹就是七本書, 南傳就是七本書, 六竹就是二十卷, 是吧? 法治也是二十卷, 都很好, 那時候不錯, 法治的時候還是很精細, 細得來, 不是為細而細, 那二十卷也值得, 可以吞得到, 但是二百卷就難吞了, 你有多時間去研究, 那些張張巨巨的那些名詞, 一個觀念就解釋來解釋去, 一萬幾千次都閒了, 好可惜, 都講不到那個三大體財那裡, 我不是不講, 我講了契經, 是差什麼呢? 是差這個, 是差這個, 記雪和這個, 奇夜而已, 所以, 都不差很遠, 又是跟上次, 不差很遠, 各位, 如果你隨時有問題問, 歡迎你問我, 尤其是大家, 初初學這本經, 是需要多點問的, 小息, 最多我說不小息, 問結都講了幾分鐘, 落堂又給幾分鐘, 請問我一下, 再說不定, 我就是要名字, 不講此, 我真的能聽到嗎? 我只是要不講話, 我只是說不想要開飯, 我只是去問你啦, 什麼事情不要走動? 我不是做某些, 我不是做某些, 只是這樣一個什麼事, 他們不是做某些能力, 而且還可以令人, 我不是做某些我, 我不是做某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